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偏差?什么偏差?你不知道这钱都是我拿命换回来的吗? 我摔下筷子就要去新房子看个究竟 老公试图拦住我 被我一把推了个狗吃屎 气喘吁吁地赶到新房子 听见里面居然有动静 原来的房主不是已经搬走了 我光光地砸开门 婆婆和小叔子一家子正在其乐融融地共进晚餐 我直接冲进去就掀翻了饭桌 吃你妈个比 老娘的新房子还没有住过一天了 你们这些吸血鬼就搬了进来 地媳还是一贯地尖酸刻薄 大嫂 你这是失心疯了吧 随便闯进来别人家打砸抢 这可是犯罪 就算我们是一家人 也不能惯着你这个臭毛病 地媳说着就掏出手机报了警 我有点蒙笔 是梁静如给他们的勇气 他们怎么会如此嚣张 住了我的房子 居然还要报警抓我 天理何在 警察叔叔很快赶到了现场 地媳一脸得意地指着我 警察同志 就是他 不分青红皂白地就闯入我家 随意打砸 私闯民宅不说 还侵犯公民合法权益 虽然她是我的嫂子 我也不能容忍她 随意践踏法律 您公事公办就可以了 我不接受调解 婆婆瞪着一双三角眼 对呀 警察同志 你赶紧把这个婆妇带走 这可是我们刚买的新房子 还没有住几天呢 就被这个女人糟蹋成这样 不赔个十万八万的 这事不算完 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 恍惚间好像看见了我的太奶 为了女儿能念一个好学校 我在非洲那个鬼地方 待了整整八年 好不容易才攒够了三百万 精心挑选这个房子 你们胡说 这房子明明是我的 我可是付了整整三百万 弟媳不屑地切了一声 红口白牙的 你以为你说是你的 就是你的呀 说话间 弟媳掏出了一本 大红的不动产权证 房屋所有人 那一栏明晃晃地写着 小书子和弟媳的名字 我眼前一阵发黑 不可能 这一定是假的 弟媳又甩出来一摞文件 购房合同上 还是他们的名字 所以 这不是我的房子 我的房子哪里去了 我的钱又哪里去了 我发出绝望的呐喊 不 这不是真的 他们的正是假的 肯定是假的 这时追过来的老公走进门 我上去扯住他的领子 目自尽略地问道 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的房子 为什么会写着他们的名字 老公没有作声 陪着笑脸送走了警察 说是家庭内部矛盾 内部解决 老公的侄子要组 大声地表达不满 凭什么 警察叔叔赶紧抓走 这个坏女人 没有了外人 婆婆愈加嚣张 冷冷地瞪着我 还不明白呀 白纸黑字 写了谁的名字 这个房子 就是谁的 这房子 和你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还不赶紧滚 今天念你出饭 就不追究了 再有下一次我可就真不客气了 小胖子药组冲着我 一边做鬼脸 一边吐口水 略略略 你个坏女人 别想抢走我的新房子 此时的我 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买房子签合同那天 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我本来打算改日再签 老公却拍着胸口打包票 他办事绝对靠谱 让我放心 尽管老公平时经常补贴婆婆 但这可是整整三百万的购房款 打死我也想不到 他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老公见我气得浑身发抖 上手扶住我 老婆咱先回家 你听我给你解释 咱一时半会儿也用不着新房子 要组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他更需要这个房子 回过神来的我 披脸就给了老公一个大逼逗 你他妈这说的叫人话 你就惦记着你的好大辙 你忘了你的亲闺女 也该上小学了 老公波澜不惊 淼淼一个女孩子 有本地户口 学区房根本不是刚需 药祖没有学区房 就只能回老家上学了 我这个做大伯的 怎么能忍心 自己住着新房子 却让药祖回到那个落后的小山村上学呢 老婆 我们夫妻一体 你要理解我呀 听听 多么的无私 多么的圣母 我抬起脚 狠狠地踹了老公一脚 你装笔可以 但是你侵犯到老娘的核心利益了 你这种杀笔就不配为人妇 就应该手动绝育 老娘现在正式宣布 把你送给这家人当奴隶了 我摔门而去 身后传来了老公非人的惨叫 和婆婆的怒骂声 我和老公结婚十年 欲有一女淼淼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为了她 我甘心远赴非洲 吃苦受累 没想到 却为人做了嫁衣 平日里 老公是个不折不扣的福地魔 家里但凡有点好吃的好用的 都会想着她的宝贝弟弟 美其名曰 长兄如父 以前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就过去了 现在我要是再忍下去 真的就是脑子有泡了 既然她这么愿意上 肝子给人当爹 我当然是成全了 我的女儿不需要 这样猪狗不如的爸爸 我咨询了专业的律师 律师回复这种大额的夫妻 共同财产 单方面的借给他人是无效的 我可以起诉追回 我浑身充满了斗志 亲亲女儿 把她送到了我妈那里 我把家里的锁成指纹锁 还顺手把老公的个人物品都打包好 叫了个同城快递 给她送到公司 老娘要昭告天下 这个狗男人被老娘扫地出门了 我正整理着证据呢 门口传来了指纹锁报警的声音 我拉开门一看 婆婆带着弟媳找上门来了 我环抱着胳膊 堵在门口 怎么滴 大白天的就想撬门入户啊 你们这么懂法律 不会不知道入户盗窃判得很重吧 婆婆扑通一声 跪在了门口 对着我疯狂地磕头 你有什么冲着我来啊 对着自己的男人 你怎么下手那么狠 潘金莲也没有你那么毒 呜呜 我可怜的儿子啊 我漫不经心地接话 怎么了 你儿子死了 哭得这么伤心 也是 你该伤心的 寄生虫的宿主死了 当然得伤心了 刚才还装可怜的婆婆 直接绷不住了 你才死了 你全家都死了 弟媳也跳出来敲边鼓 嫂子 不是我说你 一日敷七百日恩 你怎么忍心那样对大哥的 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怎么下手那么狠 你就算在嫉妒我们换了新房子 也不该冲着大哥下那么重的手啊 我听着婆婆和弟媳这话音儿 好像是有好消息啊 怎么滴 李扬那个杀比坏事做尽 废了 那太好了 这种不顾亲生骨肉的畜生 就应该人工绝育 还有 从今天开始 你们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再来我门上瞎比比 可别怪我不客气 婆婆说不过我 就想冲过来撕打我 被我一门甩在脸上 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 我托医院里的熟人打听了打听 嗯 老公的伤势确实有点重 我一个弱女子 能在非洲整整八年全身而退 肯定是有点真功夫在身的 老公自知理亏 让他也不敢告我去 老公这么大公无私 大爱无疆的好男人 必须得拉出来 在广大群众面前溜一溜 我直接报名 参加了本地的 一档现实情感类调节节目 节目中 我声泪俱下地 讲述了我的故事 从我是如何为了心爱的女儿 鼓起勇气勇闯非洲 到我在非洲遇到的各种致命的危险 再到我终于攒够买房钱的欣喜 最后到我所有的愿望都化成空 见多识广的主持人都流下了眼泪 节目直播间的弹幕滚动个不停 这或是出生的时候 他妈裤子没兜住 头先着的地吧 就是 就是 语言都形容不出来他的杀笔了 姐妹啊 赶紧及时止损 这样的男人不离婚 留着过年啊 折比女儿还要亲 确定真的是折 这条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这直播间所有观众的面 出示了提前整理好的相关证据 包括我在非洲八年的工资单 以及给老公的转账记录 加上我前妻和房东的沟通记录等等 我没想到节目组居然把老公也请来了现场 作为特邀嘉宾 刚出院的老公居然舔着臂脸 真的来了 一上台就开始放屁 老婆 我都是为你好啊 我默不作声 等着这个萨笔自爆其短 主持人一脸好奇地问道 李先生 请您展开详细说说 老公阵阵有词地开始比比 咱就淼淼一个女儿 家里没有男孩子给他撑腰 腰祖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大了以后有娘家兄弟 才能在婆家抬头做人 父母之爱子 则为子祭深远 老婆 我做这一切都是有苦衷的 我都是为了女儿好啊 再说了 趁着现在和药祖处好关系 老了以后 咱也算有个依靠 主持人插话 李先生 您的这些观念 好像都是上个世纪的一些说法 不太像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应该说出来的话 老公文言 瞪大眼睛喝道 读书怎么了 那也不能扔掉老祖宗的传统 读书人就不会老了吗 家里没有一个男孩子帮衬 老了怎么办 主持人被老公的奇葩言论雷的外交里嫩 结结巴巴地说道 李先生 你清醒一点 大清早就亡了 老公不屑地一笑 你们这种不尊重老祖宗智慧的人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直播间的屏幕都快被弹幕淹没了 好可怜 女孩子找老公 一定要找一个智商正常的 不要随便找这样一个杀笔 就是 就是 这样的垃圾就不该结婚生孩子 节目播出后 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很快有一个妇女援助机构的负责人联系了我 愿意免费帮我打官司 我欣然答应了 我首先起诉了老公私下对小叔子的借款无效 要求还钱 接到传票以后 婆婆立刻不干了 带着小叔子和弟媳打上了门 你这个黑心肝的小仓妇就这样挑拨兄弟之间的感情 我儿子愿意借给自己亲弟弟 管你什么事 家里的钱 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小仓妇做主 我告诉你 谁让你肚皮不争气 生不出来男孩子 别说是买房子了 以后要组的学费也得你们负责 不然以后可别想着让我们要组养老 弟媳妇一边狗腿地轻抚着婆婆的脊背 一边开始挑拨离间 妈您别生气了 看气坏了 就如了某些人的意了 真的是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 我本来还想着怕他们以后孤苦无依 没人给他们养老 好心让药族长大了帮扶他们 没想到他们这么不识好歹 一点点也不想付出 那就算了吧 但愿他们老了别后悔 一旁的老公陪着笑脸 不要生气 你嫂子不会说话 不会做事 我以后一定好好教她 你放心 药主的学费以后都我们包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 这些杀笔的自说自话了 好了 不要在这里放屁污染空气了 思想有多远 你们就滚多远 老公满脸都是受伤的表情 我看错你了 你怎么如此不懂人事 你在这样的话我很难做的 你还不赶紧向妈和弟媳道歉 你们不开口 没人会知道你们吃过巴巴 一开口就满嘴喷粪 滚不滚 不滚老娘报警了 我反手就报了110 婆婆才带着几个杀笔 兴兴离去 很快法院就开庭审理了 感谢好心的周律师 免费帮我打官司 法庭上我提交了完整的证据 最终法院宣判 小叔子还钱 婆婆直接当庭开始耍无赖 凭什么 那都是我儿子的钱 和这个小贱人 有什么关系 婆婆说完 又指着法官大骂 你说 你是不是和这个小贱人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说完还想冲击法官 呵呵 不作死就不会死 婆婆当庭 就被法警拘留了 很快就到了 法院宣判的还钱时间 小叔子还试图耍无赖 我可不会惯着他 直接申请了强制执行 小叔子费尽心机 抢来的房子 很快走上了拍卖程序 老公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跑到我妈家 接走了女儿 女儿还小 不懂人心险恶 开开心心的 就跟着老公走了 等我接到医院的电话时候 我整个人都目住了 虎毒还不食子 老公这种傻笔 真的是活着 纯粹是在浪费空气 我急匆匆地赶到医院 看到女儿的头上 裹着厚厚的纱布 老公还在一旁 气急败坏地训斥女儿 你怎么回事 药族可是你的亲弟弟 你当姐姐的 怎么不让着点 都怪你妈惯坏了你 你怎么可以如此自私 女儿一边抽气 一边解释 明明就是弟弟先骂妈妈 还推我 你不但不管弟弟 你还说我 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爸爸 看着女儿委屈地嚎啕大哭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一个箭步冲上去 把老公推到一边 我心疼地搂住女儿 乖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害怕 妈妈会永远保护你的 老公不满地说道 慈母多败 你看孩子 让你灌成什么样子了 小肚鸡肠 尖酸刻薄 以后怎么能嫁得出去 一点掌幼尊卑都不懂 妈说他几句 他居然敢顶嘴 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还是选择了报警 谁都别想伤害我的小宝儿 警察到了 老公还是向着他 真正的家人说话 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 都很正常 不就受了一点点轻伤吗 你就上纲上线 看以后 谁还敢和女儿玩 老公一边说 一边狠狠地等着女儿 女儿惊恐地浑身颤抖 我搂住女儿轻声安慰 和警察叔叔说真话 警察叔叔会保护你的 女儿睁着大大的眼睛 一脸懵懂 妈妈我觉得您说得对 他们说得都不对 宝宝要勇敢 奶奶说宝宝 要是回家乱说话 就打死我 警察叔叔 他们都是坏人 爸爸把我带过去 就看着弟弟欺负我 奶奶也帮着弟弟 接警的小姐姐 一脸无语地看着老公 估计是因为 见到了自己从业以来 最大的一个杀笔 药祖虽然还是小孩子 我暂时追究不了他的责任 但是小叔子和弟媳这里两个法定监护人 可别想跑 最后我拿到了女儿的营养费和物工费 一万元 小叔子一脸不甘心地出了钱 没办法不出钱话就要被拘留 婆婆又开始跳着脚做法 你个折瘦的短命的 一个死丫头骗子就破了一点皮 就要讹人 就怕有命拿没命花 我哪里会惯着这些鸟人 警察同志 我后悔了 我看女儿的状态不太好 还想观察一下 我拒绝和解 婆婆见我这么说 连忙把憋在嘴里的屁又都咽了回去 女儿眼里晶晶亮地看着我 妈妈好厉害 妈妈把坏人都赶走了 因为我精心挑选的房子地段很好 还有好学区 所以拍卖的过程很顺利 很快我就拿回了我的三百万 房子已经一主了 婆婆全家都被赶了出来 一家子鸟人无家可归 又打上了我这个房子的主意 老公和婆婆舔着脸找上了我 大放厥词 开口就是我不懂事 大家都是一家人 不要斤斤计较 一家子人闹得太难看 对孩子也不好 过去的事情就不和我太过计较了 反正钱已经还给我了 现在的这个房子闲着也是闲着 正好可以给药组住 让我多为女儿考虑 不然以后孤零零的一个人 没有兄弟姐妹帮衬生活的多艰难啊 婆婆不知道从哪里逃换了一个满是污渍的玩具 笑得满脸菊花开的对着女儿 乖 奶奶给你买的新玩具 女儿警惕地后退一步 老师说了 坏人的东西不能要 老公脸色一黑 指着我 你就这么教孩子的 我告诉你 以后女儿我来带 好好的孩子让你教成什么了 我顺手就把桌子上的饮料 泼到了她的臂帘上 你还有脸说 女儿可是我妈一手带大的 你心里只有你的父母弟弟家人 哪里有过女儿 还想要老娘的房子 要不要烧给你们呢 就让老公这个杀笔 继续帮扶这些吸血鬼吧 老娘可没功夫和他们纠缠了 一事不凡二主 我还是聘请的周律师 帮我打离婚官司 收到我的离婚起诉后 老公直接闹到了我的单位 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 说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怪不得这些年跑得不着家 现在装不下去了 我告诉你 离婚的事情你别想 老公一口咬定我婚内出轨 要求我净身出户 还得给他精神损失费 我灵光一现 之前我也没有多想 一余点醒梦中人 这些年 我一直都在辛辛苦苦地赚钱 老公可是一个人在国内待了八年 会不会心中有始的人 才会红口白牙地诬陷别人 本着宁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 我委托周律师帮我找了一个私家侦探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老公和弟媳居然是高中同学 可能是最近狗血小说看多了 我决定发挥想象力 深挖下去 很快 私家侦探就有了惊人的发现 据可靠消息表明 老公和弟媳当年还谈过恋爱 事情逐渐变得有趣起来了 女儿的疑问让我鉴定了自己的猜测 妈妈 为什么爸爸只喜欢弟弟 一点也不喜欢我 明明我才是他的女儿啊 是啊 这都2024年了 还真能有人喜欢折胜过女儿 不管你们信不信 我反正是不信 瞌睡得遇到送枕头的 机会很快就来了 没过几天 老公居然带着药祖上门了 药祖一改以前的嚣张 抱着我的腿 软糯糯地说道 小宝儿最喜欢大娘了 长大了 赚钱给大娘化 老公见缝插针 老婆你看药祖多懂事啊 你就不要生气了 这孩子一点也不记仇 你都做得那么过分了 把孩子残忍地从学区房里赶出来 孩子也没有记恨你 多好的孩子啊 我冷笑着摸了抹药祖的头发 是吗 你准备怎么养大娘了 是把所有的好吃的都给我吗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就算是伪装也装不了多大会儿 药祖大声地驳斥道 凭什么给你好吃的 你又不是我亲妈 有个冷馒头给你就不错了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老公 呵呵 这就是你口中会给我养老的好孩子 你要是脑子被门挤了 就抓紧时间看病去 没事了别拉我下水 出门又转 好走不送 药祖见我赶他走 立刻翻脸了 嘴里不甘不净地骂着 你这个老女人 不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这个家里的东西都是我的 等我长大了 就把你赶到大街上捡垃圾吃 女儿一反常态地勇敢 站起来大声地喊道 你们这些坏人都滚开 谁也别想欺负我妈妈 老公不甘心地骂骂咧咧地 拉着药祖走了 我看着手中的头发 无声地笑了 亲子鉴定的结果 很快就出来了 尽管意外 但是也合理 老公果然是药祖的生物学父亲 真是笑死人了 一项飞扬跋扈的小叔子 居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接盘侠 怪不得平日里斤斤计较的老公 对药祖掏心掏肺得好呢 我把老公约到了咖啡馆 他进门之后一脸得意 怎么的 想通了 我就说了一个二手货离开了我 你哪里还嫁得出去 也就是我不嫌弃你 你要是乖乖地把钱都拿出来 给药祖买房子 我可以勉为其难地原谅你 我直接把亲子鉴定报告 甩在了老公的臂脸上 带到看清楚面前的东西 老公原本嚣张的神色 立马稳定了下来 脸色变换不定 如同失去控制的红绿灯 老公如同被踩到尾巴的猫 跳起来大声说道 污蔑 你这是赤裸裸的污蔑 老公一边说 一边疯狂地扯碎手中的报告 我从包里又掏出来一答 你慢慢撕 不够我这里还有 你要是不相信 咱可以找人平平理 比如你弟弟 老公的脸色 刷得一下变白了 就小叔子那个魂不吝的性格 要是知道自己喜当爹了 老公大概率 见不太到明天的太阳了 良久 老公才开口 你想怎么样 我笑笑 你觉得呢 老公咬牙切齿地说道 行我答应离婚 财产一人一半 我笑得眼里都是泪 你这么杀鼻 你妈知道吗 结婚的时候 你家没有出一分钱财礼 住的房子也是我的婚钱财产 婚后 我一直外派非洲赚钱 女儿是我妈一手带大的 你是出钱了 还是出力了 谁给你的自信舔着脸 要和我分财产 你净身出户 女儿归我 不然的话 我不介意这份报告 出现在你弟弟的面前 老公思索半天 终于咬着牙答应了 老公托人带来了消息 说是他突然生病 非常想念女儿 尽管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杀鼻 但是还是不想给女儿留下遗憾 所以带着女儿去医院探望了一下 老公果然病病痒痒地卧病在床 看见女儿进来了 老公替泪交流 宝贝 经历了生死 爸爸才知道爸爸最爱的人还是你 不知道真相的女儿 还以为爸爸居然转变了态度 很开心地爸爸爸爸地叫个不停 有一天 女儿说想要单独和爸爸一起出去玩 正好我有很重要的工作 把女儿送过去就去忙工作了 正在开会的 我又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电话里的警察告诉我 女儿正在医院抢救 让我抓紧时间到医院 我以为是诈骗电话 疯狂地给老公打电话 但是一直没有人接 等我飞速地赶到医院时 女儿还在手术室抢救 警察小姐姐告诉我 女儿是被好心人 从地下停车场的一个 无人的小角落发现的 人家在找调皮的狗狗 才不经意间发现了女儿 不然那个地方 一向都是人际罕至的 虎毒还不识子 老公的所作所为 简直是畜生不如 我的眼泪刚流下来 又被我憋了回去 等待的时间过得好漫长 终于抢救结束了 医生说 女儿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原来女儿是严重的花生过敏 又被遗弃在了无人的角落中 如果不是机缘巧合 女儿必定是凶多吉少了 我反手就是一个110 等到警方把老公传唤过来的时候 他一口咬定 是女儿调皮嘴馋 吃了花生 又玩捉迷藏跑的 找不见人影 想起来女儿苍白的小脸 我真的好想和这个畜生同归于尽 可是我不能 死太便宜他了 因为缺乏关键性的证据 女儿的过敏事件 最终不了了之 老公得意洋洋地走出了警局 很好 希望他能永远记住今天的得意 我加入了小叔子租住小区的广场舞团队 很快就结交了好几个忘年交 经过我坚持不惜的暗示和宣传 很快小叔子的小区的风向就变了 刚开始每个人都夸老公是 21世纪最好的伯父 为了折掏心掏肺 本来小叔子还得意得很 觉得自己拿捏住了一个可以吸血的大傻缺 但是慢慢地大家关注的重点 就有点偏移原来的轨道了 吃谁的像谁的 这个李耀祖怎么长得越来越像他大伯了 是啊 是啊 你看你眉毛那眼睛那鼻子 不能说毫无关系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小区里的吃瓜群众 每次看到小叔子的时候 都按戳戳地指着点点 小叔子的后背 都快被炽热的八卦目光 烫出一个洞来 很快小叔子就一心四起 我趁机把偷拍下来的老公和弟媳 拉拉扯扯的照片 匿名寄给小叔子 小叔子的暴脾气 肯定是不能忍啊 当街就对弟媳动了手 边打边骂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 你说 你到底有没有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弟媳肯定是不承认了 上手就给小叔子挠了一脸血道子 你这个窝囊费 别的本事没有 还学会打女人了 看老娘今天不挠死你 我捏着嗓子 躲在人群中 开始煽风点火 千房万房 家贼难防啊 小叔子听了 更加的火冒三丈 你说 你和大哥是不是有什么不得人的事情 怪不得他当初非要假装好心 把你介绍给我 原来你是他用过的破鞋啊 小叔子一边说 一边狂扇弟媳的耳光 婆婆正好接药组放学路过 听到小叔子的控诉 不分清红皂白的对着弟媳 就是一顿输出 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弟媳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头发都被扯去了大半 看到亲妈挨打 药组肯定是不愿意了 一头就对着婆婆撞了过去 你这个老不死的 不许你打我妈 婆婆一个没房住 重重地摔倒在地 捂着老腰一个劲的呻吟 呵呵 看样子 不死也得去半条命 药组不甘心地 狠狠地踹了婆婆心口一脚 你活该 谁让你打我妈的 当着众多吃瓜群众的面 婆婆又是疼又是气 不由得老泪纵横 拍着地面大声哭喊 家门不幸啊 家门不幸啊 我冷冷一笑 这才到哪儿啊 真正的不幸还在后头呢 婆婆住进了医院 弟弟和弟媳拒绝探望 还好有老公这个贴心的好大耳 鞍前马后地伺候着 据司家侦探前方传来的报道 老李家最近过得不太好 弟弟每天疑神疑鬼 也不好好干活了 整日里不是盯着地媳 就是借酒交仇 喝醉了就打地媳 一个劲地逼问他 也男人是谁 地媳肯定是不甘示弱 两个鸟人每日里男女对打 药组也没人管了 老公只好亲力亲为地好好照顾 我趁机又在小区里宣传了一下 老公这个二十四孝好大伯的光辉事迹 等到婆婆出院的时候 除了小叔子 老公和弟媳妇的那点事 小区里已经基本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我看着时机差不多了 直接把亲子鉴定报告 匿名寄给了小叔子 顺便付上了一万块钱 我明确地告诉他 我做好事不留名 只不过是实在不忍心 看着他一个劲地蒙在鼓里 他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重新去权威机构做鉴定 费用方面我来负责 我乔装打扮在楼下 等着看小叔子的反应 小叔子很快就形色匆匆地走了出去 看样子是迫不及待地 去做亲子鉴定了 好戏就要开场咯 我在对面楼上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 小叔子买来了好多好酒好菜 把老公约来一起喝酒 镜头里的老公还在一脸开心地和小叔子推杯换盏 压根没想到自己死期将至 老公很快就被小叔子灌醉了 瘫倒在地 小叔子上手就是一刀 老公不明所以 小叔子冷冷一笑 打开了卧室的门 里面俨然是被五花大绑的地席 小叔子一边疯狂地挥舞着刀 一边大声控诉 我可是你亲弟弟啊 你怎么就忍心把绿帽子钉在我的头上 我一直以为自己好聪明 你放着自己的亲女儿不养 反而更喜欢我的儿子 原来探马的 什么都是假的 老婆是你的 儿子也是你的 小叔子突然拿起来 一个椅子对着老公就砸了过去 一边砸一边骂 我让你给我戴绿帽子 我让你给我戴绿帽子 老公开始还试图解释 后来反抗的声音逐渐微弱 后来就出气多进气少 慢慢地一动不动了 小叔子做完这一切 扯下了弟席嘴上的毛巾 拿出来精心准备的酒 阿玉 我是真的爱你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骗我 就算你骗我 我也还是喜欢你 我们下辈子好好的在一起吧 小叔子说完就不由分说的 就给弟席惯了下去 没过多久 两个人就口吐白沫地倒在一起 我冷冷地放下望远镜 走下楼 这件事很快就成为了本地的头条热点 无人生还 老公和弟弟弟媳之间的恩怨情仇 很快传遍大街小巷 大部分人都说老公死得活该 我也站在了大多数人的那一边 老公原本热热闹闹的一家人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只剩下了婆婆和药祖 已经被宠坏了的药祖 现在对婆婆深恶痛绝 开口就是你这个老不死的还我妈妈 闭口就是你这个老妖婆 怎么死的不是你 婆婆就算一次次地被推到 还是切而不舍地追着药祖 这毕竟是李家的皇太子 李家的希望 再次听说婆婆的消息时 我正在揽着女儿看电视 社会新闻上的婆婆泪眼婆娑地哭诉 声称自己教育不了孙子 希望有人可以收养 甚至对着电视公然喊话 希望我可以站出来收养药祖 理由是药祖是我老公留下来的血脉 是他老李家的继承人 可以延续老李家的香火 我连忙关掉了电视机 生怕多看一眼 他身上的愚蠢会传染给我 若干年后 我因为工作关系 得知到药祖已经进了少管所 沾染了一身坏习气的药祖 这辈子基本上是毁了 婆婆老无所依 冻死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 看着眼前活泼自信开朗的女儿 我很庆幸 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妈妈 能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